这个男人正抚摸着电视里的女模特 女模特叫做朱莉 已经失踪了整整六天没有下落 男人呼吸急促 不断感叹 电视里的朱莉真的好漂亮 随后拿起一旁的手枪 将往嘴里塞 与此同时 门外已经围满了特警 男子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开枪 而是乖乖的脚械投降 男子叫做阿呆 正是女模特失踪的罪魁祸首 詹姆斯说阿呆喝了很多酒 他不愿透露朱莉的下落 还一直喃喃道 他无意伤害朱莉 C姐和莎拉搜查了阿呆的住处 这里满满都是朱莉的杂志 报纸 阿呆疯狂痴迷着朱莉 从他出道时 他就一直关注着朱莉 二人继续搜查 在走廊的尽头 找到了抽印照片的暗访 阿呆是个摄影师 这里便是他工作的地方 禁局内 詹姆斯试图从他的口中 逼问出朱莉的下落 原来是阿呆喝醉之后 自己报的警 还亲口向接线员承认 是他绑架了朱莉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据了解 朱莉失踪之前就已经约好 要与一趟真人秀的制作人见面 所有证件和行李都在家里 唯独不见了他的手提包 现在警方毫无头绪之际 唯一的嫌疑人 居然在囚室里自残 他用桌盐划伤了手掌 还在墙上 留下了身内俱下的血书 抱歉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阿呆已经被送往医务室 地上残留的血迹可以看出 这活当时没有犹豫 似乎是蒙受了很大的冤屈 包扎回来的阿呆 看到C姐的第一眼就位置着迷 眼前审讯她的莎拉 虽然有着傲人的身材 可她显然不是阿呆的菜 阿呆毫不客气地要求莎拉退场 换金发碧眼的C姐来审问自己 否则她什么都不说 警方无奈 只能答应了她的请求 这活也算说话算话 她带着C姐和警方 来到了一片荒郊野外 嘴里还一直 一会说C姐的头发好看 一会又说她身材很好 由于阿呆说失踪的朱莉 就被藏在这里的某处 老鸡带着警员 开始了地毯式搜查 甚至用上了警犬 可一直到太阳下山 都没有找到朱莉 阿呆一副憨憨的样子 说自己可能是记错了 还突然改口说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朱莉 也没有绑架过朱莉 这会一直盯着C姐冷冷地笑 笑得C姐心里发毛 组员们甚至怀疑 或许阿呆与朱莉的失踪无关 这或只是因为痴迷朱莉 产生了幻想 倒是莎拉很不高兴 因为阿呆吐槽莎拉 没有C姐漂亮不说 现在C姐插手自己的案子 抢走了她的功劳 这会让莎拉今后的 升职加薪大受影响 关键时刻 老鸡还是选择挺C姐 这要莎拉好受伤啊 谁让她不是女主呢 C姐带着小哥 整理起了阿呆的日程表 和各种生活单据 上个礼拜四 也就是朱莉失踪的当天 阿呆曾去超市买了汽水 还有一些日用品 此外 她下午两点 还去车行租了一辆汽车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归管 车行的主人说 阿呆是个顶尖的摄影师 于是她上周四 特意邀请阿呆 帮一辆马莎拉的拍照 这辆马莎拉的有多名贵 自然不用多说 车子已经被清理过很多次 不过C姐 还是从后座找到了血迹 和一根金色的长发 莎拉和妮可 还是对C姐 抢走他们的案子耿耿于怀 他们不明白 C姐已经是部门的二把手 为什么就不能给同事们 一些深迁的机会 两人一边抱怨 一边整理失踪少女的资料 过去的一年 一共有十名失踪少女 被确认死亡 其中一位叫做罗平的与死者 与失踪的朱莉一样 都是年轻漂亮的金发模特 六个月前 有人在郊外发现了罗平的尸骨 瞧的是 这个罗平死亡前 正与阿呆在一起 C姐带来了马莎拉的的里程表 案发当天 阿呆曾驾驶那辆马莎拉的 跑了133英里 此外小葛还调查到 阿呆当天还买了一把铲子 众人猜测 朱莉早就被阿呆给杀了 不只是朱莉 就连第一位失踪的少女罗平 也是阿呆杀的 警方根据阿呆的路线 推测出了阿呆的埋尸地 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后 他们终于在一堆乱石中 找到了朱莉的尸体 尸体上压着很多石头 仅仅露出了一只手 经过一番挖掘 尸体的其他部分 渐渐展露了出来 她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 一个寻梦少女 好不容易迎来了事业的上升期 却遭遇变态摄影师杀害埋尸 好在埋尸的地方比较特殊 这里既干燥 又无比的寒冷 像冰库一样 很好地保存了尸体 听说警方找到了尸体 阿呆非但没有惊慌 反倒一脸替妃姐开心的样子 阿呆是个很有名气的摄影师 她说是朱莉主动联系自己 说自己的宣传照用完了 请求阿呆能够帮忙多拍几张 阿呆说 朱莉的死是一场意外 案发当天 她开着租来的马沙拉蒂 带着朱莉去野外拍照 倒车的时候 一个不慎 居然把朱莉给撞死了 为了逃避责任 她只能就地掩埋了朱莉 既然是拍照 那必然会留下底片 可阿呆却有一副回避的态度 声称自己忘记底片放在哪里了 阿呆简直就是谎话连篇 她说自己倒车时 不小心撞死了朱莉 可验试结果却显示 朱莉不是被撞死的 而是体位性窒息 是阿呆坐在朱莉的胸口 把她给活活闷死的 朱莉的一只耳环被扯下 鲜血淋漓 看样子她生前 吃了一剂重重的耳光 检测报告显示 朱莉的血液中 酒精浓度是0.18 老法医科普 人死后 分解中的血液 也会制造一部分酒精 排除这部分酒精 通过换算得知 朱莉生前还喝了不少酒 老金拿着试剪照片仔细读详 死者的宫颈 还有很重的擦伤 朱莉的体内 没有男性DNA 也没有被男性侵犯过的痕迹 阿呆是个变态 他居然用工具侵犯了朱莉 面对C姐的质问 阿呆很无辜的样子 你看我一表人才 怎么可能做这么变态的事情 明明是朱莉自己那天喝醉了 拍完照 非要跟他玩什么刺激的游戏 才会弄伤了自己 这个阿呆巧舌如簧 警方又苦于找不到证据 再这样下去 怕是阿呆很快就能脱嘴 却不想此时 阿呆的弟弟主动来到警局 原来弟弟突然收到了一份包裹 包裹是阿呆两天前寄给弟弟的 里面都是一些胶片 还夹着一张纸条 如果我被抓 请用这个帮我 底片是爱发当天拍摄的 阿呆没有撒谎 照片中的朱莉 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然而C姐却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照片中的朱莉 丝袜破了 鞋子也坏了 一张仪表盘的底片中 还有一个重复曝光的裸女 那么这个裸女 会是死去的朱莉吗 警员拿来了阿呆家的垃圾桶 里面有很多朱莉 从前拍摄的宣传照 阿呆声称 朱莉是因为宣传照用光了 才主动要求自己拍照 很显然 阿呆在撒谎 此外 垃圾桶中 还有很多卸妆湿巾 还有朱莉的日程表 以及朱莉随身携带的背包 背包里都是一些换洗衣服 其中就有朱莉被害当天穿的丝袜 丝袜上有血迹 以及被丑化的大洞 这件丝袜价值65美金 也就是400人民币 女模特为了拍摄出最好看的照片 总是会下血本投资自己 C姐穿上了同款丝袜 并进行了血滴滴落实验 丝袜上一共有两滴血迹 一滴在脚背 一滴在脚掌 通过实验确定 死者当时被阿呆一巴掌打落了耳环 才会造成耳朵上的血迹滴落在了丝袜上 难以想象一个单身女性 面对一个恶魔 内心该有多害怕 另一边的阿奇格尼克 正在研究胶卷中重复曝光的底片 这是一种拍摄技巧 在同一张底片上进行耳次曝光 就可以把两个图像合成一张新的照片 阿奇去除了重复曝光的罗女 随后对照了案发后的仪表盘 竟发现 这压根就不是同一辆车子 这些照片都是朱莉被杀前几分钟拍摄的 她强颜欢笑 可依然掩饰不了惊慌恐惧的微表情 通过比对 照片中的罗女并不是死者 那么阿呆为什么要伪造一张罗女的照片寄给弟弟 变态的阿呆 才用工具侵犯了死者 C姐仔细翻找了阿呆的行李 突然想起 阿呆有一把手枪 这后还曾打算用这把枪自杀 C姐提取了枪口上的人体组织 终于确定 这把枪就是侵犯死者的工具 阿呆声称 死者曾要求她给自己拍摄裸照 来证明自己并未强迫过朱莉 可经过比对 照片中的罗女并不是死者 C姐做出了推测 那天阿呆确实给朱莉拍了很多照片 可拍着拍着 朱莉就表示自己还有约会 需要赶快回去 阿呆是个变态 什么时候结束由不得你说了算 于是她殴打了朱莉 先选陷在了朱莉的丝袜上 随后又掏出了枪 侵犯了朱莉 阿呆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 她在杀死朱莉之后 也曾后悔过 于是才会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她报案自首 还想畏罪自杀 可酒醒后 她又突然不想死了 便开始不断编造谎言 企图掩盖罪名 好在C姐曾经是个脱衣舞娘 她很清楚 该如何对付男人 她一边与阿呆周旋 一边提取证据 最终将阿呆这个变态狂徒 送进了监狱 阿呆靠着这种手段 杀死了两位女模特 恕罪并罚 死刑肯定是毫无悬念 讽刺的是 朱莉生前拼尽全力想要出名 直到死去 才真正的爆红 她如此惧怕阿呆 却注定要与阿呆的名字捆绑在一起 一辈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朱莉的扮演者 是1978年出生的 杰米·雷纽曼 她曾在《邪恶力量》 第一集第四集中 扮演一个空姐 《东镇女巫》中 饰演五个孩子的母亲凯特 《都市侠盗》第一集 第三集中饰演爱女 还在《格林》第一集第六集中 饰演霸气的女狼人 凶手阿呆的扮演者 是1957年出生的马丁·唐文 她是信条里的小人物维克托 淑女本色中 女主伊莎贝尔的表哥拉尔夫 还在《恐怖大师》第二集第九集中 饰演一个将女下属 活活剥皮的变态渣男 马丁总是饰演一些反派角色 但是演戏并不是她的主业 她在现实生活中 是一位著名的导演家编剧 像是《飞越长生》 《零号公寓》 以及《铜流河屋》 都是她自编 自导 自演的作品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